接下來我們上第一個分離物質 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叫做石鹽跟砂的分離 這以前叫做粗鹽的精緻 但是因為粗鹽不好買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那個石鹽跟砂紙 我們做的時候石鹽跟木炭粉喇喇來做的 來,實驗步驟 第一個就是把砂紙跟石鹽 把它倒水面喇喇來溶解掉 溶解掉之後我們要準備一個濾子 這裡說要把濾子對折再對折然後撕掉一小角 這啥意思 假設它是一個圓形的濾子 對折 再對折 從任何一邊打開 就有一個比較厚的一邊 在這裡撕掉一小角 為什麼當偉說 為什麼當偉說 不要撕這裡 撕這裡就是一個洞 沒有用 來 對折 對折 再對折 從任何一邊打開 旁邊這邊有多一小塊 撕掉一小角 就是它的意思 為什麼當偉會告訴你 為什麼當偉會告訴你 撕掉一小角 然後 把過濾裝置裝好 像這樣 要過濾裝置裝好 就把你的濾液 倒下去 然後呢 就有東西會過濾 經過濾子濾出來 然後沒有溶解的 就會被擋在濾子上面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木炭粉 或者沙粒 跟我的鹽巴分開來了 這個方法 溶解之後過濾 所以它叫做溶解過濾吧 剛才說它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把污質分離 然後呢 把倒來濾液呢 放到蒸發米當中 你注意到 剛才跟現在 它倒的時候 都是順著撥棒倒了 對不對 這我們教過 順著撥棒倒 免然它到處亂噴 到處亂漸 倒下去 然後放到火上去煮 煮的時候 水就會蒸發掉 鹽巴會在底下 產生結晶 所以呢 這個方法叫做蒸發結晶法 這方法叫蒸發結晶法 那我們前面說了 蒸發結晶法是用什麼不同 廢點 利用廢點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好這樣 然後就得到你的鹽巴 你就可以欣賞一下 看看它你的鹽巴的情況 啦啦啦啦 好之類的 這樣實驗就做完了 就是把鹽巴跟水 鹽巴跟沙子就分開來了 OK 那有關於這個實驗 現在有幾件事情 第一 為什麼 綠子要撕掉一小角 因為要它能夠貼緊漏斗壁 我們要避免翹起 因為它有一邊比較厚 有一邊比較薄 容易會歪歪的 我希望它能夠比較服貼的 貼在漏斗上面 所以 要撕掉一小角 目的 貼緊漏斗壁 避免翹起 第一個 注意事項 好 說明為什麼要 綠子要對折再對折 然後同時撕掉一小角 好 還有 我們這個過濾的時候 漏斗井 有那個長長那一根 要貼緊漏斗壁 為什麼 要避免 綠翼漸起 古時候啊 很久以前 參考書上是 要利用附著力加速過濾 前段時間我還看到有人這樣寫 不要理他 我們現在課本明示給你 我漏斗井貼緊燒杯壁的原因 是要避免綠翼漸起 所以請記住 我要漏斗井貼緊燒杯壁 避免綠翼漸起 然後最後你到的時候 你到的時候 你那個液體不可以超過濾子 你超過濾子它就從旁邊露出去 就沒有達到過濾的效果 所以呢 要不能超過 不能超過濾子 然後最後有一個重點 考試有考過的 你那個過濾出來的玩意是什麼東西啊 你溶解過濾法 過濾出來是什麼東西 食鹽水對不對 食鹽水的存物質要混合物啊 混合物嘛 它是食鹽加水嘛 所以它出來那個是混合物 所以你做到溶解過濾法的時候 你還沒有得到存物質 你要最後蒸發結晶法 你還會得到那個鹽巴 才會存物質 溶解過濾法的時候 它還是混合物 它是食鹽水 好這就是這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前面講過我用了什麼方法 溶解過濾法 蒸發結晶法 是用什麼性質不同 把它分開 然後請你注意事項 為什麼濾紙要撕掉一小角 為什麼漏斗筋要貼緊燒杯壁 跑出來的濾液是存物質還是混合物 這些都是你需要知道要背的事情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